大家好 歡迎來到卓遊講玩卓遊的時間 大家好 我是Andy 我是Happy 今天我們請了一個嘉賓 就是大家會在艾心攝影機看到的阿凱 大家好 你好 這次就是因為我們玩這個遊戲 跟他也有關係 阿凱就是我們眾人的艾心之父 所以我們這次玩這個遊戲就叫做 My Father's Work 由這個Renegade遊戲出版 由這個Designer就是TC Petty 3 三世 三世跟這個遊戲很有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遊戲其實整個背景 就是一個Europe Worker Placement的主軸遊戲 但同一時間它也會配合我背後的apps 有一個故事形式去呈現 這個遊戲最主要就是玩三個Generation 就是玩三代的人 每一個玩家都會控制一個家族 經歷了這三個Generation 不同的人就會出去做不同的資源 回來做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三代人都是一些科學研究家 你可能會做一些關於chemistry 或者biology 或者engineering 或者甚至神秘學有關的一些研究 或者一些科學的發明 這個就是你家族的背景 而這個世界的背景就是 其實它是一個中古時代 可能大家還未對科學有認知的一個時代 所以在這個時代裡面就會不斷穿插著 如果你很多科學的知識 其實會受到一些人覺得你是很奇怪的 慢慢就會拿火來燒你 或者可能攻擊你 這個就是遊戲的故事背景 實際玩樂是怎樣的呢 實際玩樂其實大A至上分為三個Generation 每個Generation有三大個Round 每個Round裡面玩家就會把這些工人 就是這一塊的Bot 其實這一塊Bot是一本書 等一下會說一本書 為什麼會說一本書 那就是有不同的workout placement位 就會放出去 那通常外面會做些什麼呢 就是拿一些不同的資源 大家看到這裡很漂亮的 這個應該是Kickstart的版本 那就是會有 主要就是有些叫ingredients 就是有些這樣的藥水 藥水瓶 那這個暫時他們玩樂 都還未是要去倒一些水進去的 就是這樣是一個resource of token 有齒輪 有屍體 這個身體有一個屍體 還有一些動物 那另外就是 你也可以去拿一些叫做 knowledge knowledge的token 就是這些粒粒 那一開始就只能夠拿這些 關於神秘魔法的 神秘學的粒粒 那慢慢可能你的村莊 有些development的時候 可能你就會拿到其他種類的knowledge 除此之外還有錢 那拿了這些資源回來做什麼呢 那就是去做這些這樣的實驗 是的實驗 那這些實驗呢 通常就是會在自己的大宅那裡 自己的大宅都有一些work up placement的位置 去做這些東西 那當中包括了這個位置就是做實驗 那每個實驗呢 其實就會有一些requirements 可能要做某一些種類的實驗先 然後再配合一些 剛才說的knowledge 和一些ingredients 就是放在一起 那就可以做成這個實驗 做成這個實驗 就會有分數加成 還有會有些獎勵給你 那這個大宅呢 大家看到除了做實驗之外 其實還有幾個位置 那有這個位置就是去寫一些 叫做 journal 筆記 那就是有這些token 就是去記錄你在不同範疇底下寫了筆記 你寫多筆記 就會當你做那個實驗的時候 就會提供一些相應的資源 就省一點 就是這個area做的東西 那另外大家發現 這裡有很多洞洞 其實就是你的大宅 一些的upgrade 你可以令到你的大宅 多了很多不同的房間 那房間就不是做worker 可能是給你一些special ability 那你都可以在村莎買回來的 那遊戲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第一就是generation 那遊戲和generation中間 其實很多東西都會清走 他不會留任何遺產給他的下一代 有 有一點的 那當中包括了些什麼呢 就是你寫下筆記 你的筆記會留給下一代 那你一個 做過成功的實驗 會記得一個 然後 然後 未成功的實驗都會留一個 未成功的實驗都會留一個 留一個 其他所有東西都會丟掉 沒錯 除此之外你的大宅 都是會留下 大宅中間的expansion 的upgrade 都是會留給你的 但是那些錢 那些資源 各樣東西都會清走 甚至乎你在那個generation 買回來的工人 都會清走 每一次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你 加你老婆 再加一個實驗室助手 這樣去進行每一個generation 那三回合 這樣 這個是第一個 它遊戲的特點 第二個特別地方 就是大家看到外面 有兩條track 剛才說到有些背景 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中古時代的世界 所以大家做某些動作的時候 可能會增加你的creepy數值 那增加這個creepy數值 如果中了這個村民的忍耐值的時候 就會被火燒 被村民的攻擊 於是你就不能夠再在這個村莊裡 派那些工作人員出去做事 那你只能夠去這個church 在那裡懺悔 對 懺悔 去減低你的creepy數值 另外下面還有一條track 未必好拍到 但是就是代表一個insanity 就是你太專注科學的發展 那你個人就越瘋了 越瘋了 通常升這個track 就會抽這些卡 那就是代表你個人 開始有專注的力 還有一些強迫症 是 我一定要做到這件事 沒錯 那這些卡就是會說 你當你做到某些時候 你就會有分數 那好像是好東西來過 但是有機會這件事 跟你本身想計劃做的事情 是有點不合格的 但是你的強迫症 叫你一定要做這件事 那如果抽了太多 會不會有什麼問題呢 如果你做不到 過了一個generation 你就會得到這個 世代相連的詛咒 對 很好笑 剛才我抽到一個 就是我老婆一定要出去 這個是有少少spoiler 但是其中的就是 我老婆出街 一定要找別人陪 世代相傳這個詛咒 那就會變成了 大致上這個遊戲 就是會這樣去發展 好了 再說到最後一個特點 就是我背後這個app 那這個app 會發生什麼事 會幫你怎樣去控制這三個 其實它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你需要去選一個故事去玩 那這一盒 Kickstart Version裡面 應該會有三個這樣的盒 每一個盒應該是一個大的故事背景 例如這個盒裡面 其實就是會有齊了 玩這個故事裡面 需要的component 但是有機會 有些東西你未必 一直玩得完 而當中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拿著APP 選擇我玩這個 的scenario 跟著每個Player 在APP裡面 就有很多輸入的地方 那需要入一下你的名字 跟著之後就是 入一下你的村子 叫什麼名字 跟著就會 根據裡面講的故事 就主要在APP上呈現 有些時候它會可能會說一些東西給你 那到差不多 就有些Decision Making 都會在APP上說 那我的介紹 到差不多 先停一停 先問一下大家的意見 因為我們剛剛叫做 一個First Impression 就試了一個完整的一回合 完整的一個遊戲 1、2、3個Generation 而當中 剛才說過 因為有故事的成分 所以我們接下來 這些的評論 都會盡量避免敏感 去到差不多 我們就會跟大家說 現在開始我們會說一些 規則 說一些故事相關的東西 那這個位置 如果大家不想聽 就可以在那個時間點之後 就剪掉了 直接飛去那個Summary 好 那不如阿凱 你先 不如你先 講一下你玩完這個遊戲的感受 其實第一次聽這遊戲的時候 感覺上都挺特別的 第一件事 它是Worker Placement 但是它用了一本書的形式 去揭揭它的Worker Placement 位置 會有一種 你揭一些歷史書 故事書的時候 它完成了這個版圖 去下一個版圖的感覺 這件事挺好的 其次呢 遊戲過程當中 我們有很多的東西 會用Destory Making 也會有所謂的傳承 所以整體上來講 是做到它想要 我們有一些東西 這一代的位置做不完 不要緊 我們傳給下一代 他們繼續堅持去做下去 它在這兩個部分來講 遊戲是帶出來的 這件事其實是有趣的 我也覺得這個遺產的概念 很有主題 因為剛才那些東西 有些是帶到下去 有些是帶不到下去 很多時候 原一系列就會想到 到底有些什麼 我們可能錢不要留那麼多 就拿來買大宅裏面 一些的升級 或者可能是 有些什麼的遺作 可能想要去 給下一代 都要想 或者可能一些記錄 升什麼的高級 都是要想的 剛才剛剛阿海講 世代相傳就是這個 我拿過來 剛才都忘記了說 就是這個遊戲開始 就是你需要去 偉大的傑作 最偉大的作品 沒錯 當中包括了這個 Time Machine 有些是Teleportation 有些是狼人 還有好幾個 這些就是 其實就是世代相傳 一些終極的任務 我想這個作品 大家可以期待 是一種 Worker Placement的遊戲 而大家就要做 Experiment的單 Experiment的單 其實就好像 我們在玩 類似玩Spender 或者有些需要不同的資源 大家做到 有儲集資源 就可以進行一個實驗 做到 而我們做了一些 不同的知識 就是類似你 在建造一個引擎的感覺 一貫在歐式桌遊 裡面會看到的元素 都在裡面 但它又加了一些 不同的調整 就有些比較主題性的感覺 好像你的 蠢性 以及 這個 這些卡的呈現 其實都幾 有主題性的味道 即是那些 我一定要做這個任務 但其實每個遊戲機制裡面 因為你的工作人員 其實挺有限 你迫著要做這些 就做不到本身做的事情 都有這個感覺 可以呈現出來 而故事方面 我這個就等待 之後才會再說 我們去到 Spoiler環節再說 好了 最後不Spoiler 那時候 我都可以說說 我這部分 我想說 它的 component 又再拆新天際 我自己覺得 這個鞋 真的 真的是鞋 真的鞋 不是一些 膠 都是膠 但它真的是 木 這是什麼 水蟲木 都是水蟲木 都是水蟲木 可能在某些關卡上 你需要放些東西 倒些水 但應該暫時未見到 而且動物的Token 是有不同種類的動物 我也想說這件事 阿海剛才你不是翻查過 全部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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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十多款 都是不同的樣子 甚至乎這些棺材 都有不同的樣子 甚至乎什麼呢 甚至乎連齒輪 都有不同的樣子 這下我覺得 真是頗笨 非常精美 因為這些是要不同 沒有去開的 當然可能有些現成 但我覺得這個位置 它和那個 放置各樣都做得很漂亮 不過從作用上來說 我就比較不太喜歡 那個 在Track上面的Token 因為一來它的位置比較小 很容易跌 還有遮住 放上去之後 我看不到那個Bonus 是甚麼 即是它有些 反轉 反轉 反轉左外的感覺 如果這個圖示 是放在下面 可能會容易看少少 還有那些圖示 其實它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那些圖示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你只要有關係 就是底座是甚麼形狀 即是圓形就是你的博人 你的綠博形就是我們自己 然後有一個特別的形狀就是你的配偶 就是處於底座是甚麼 很符合現在這個世代 我們沒有一個性別的限制 甚至你可以和一個Diameter 就可以換回另一些模型 即是你喜歡可以拿 Marvel United那些CAP 甚至你就這樣玩 其實就這樣放出來也是可以的 機制上我們都說得差不多 那我們不如進入Spoiler的環節 好 這個我們數三聲之後 我們就會說回我們這次玩了一次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裡面 會發生了甚麼事 那個感覺 好三二一 好了 那我們說回 那還是先讚 好啊 先說吧 我覺得一開始玩第一二個Generation 就是那個感覺都挺特別的 挺代入到的 為甚麼這麼說呢 因為它很多位置 剛才說過例如一開始玩的時候 你需要打你的名字下去 跟著它的APP 會做到一些故事 都可能是用你的名字去做的 例如我們剛才玩的第一關 主要是起醫院 你起到醫院的時候 也都會有一些信 或者有些醫院起了 多謝誰誰的 會走出來的 剛才你也說過 我們也可以為這個專裝 去起個名字 我們叫做香港 也都會不斷地出現這些 令到你的代入感很強 一開始是 而且故事都能插得幾多下 因為你看這張Health Card 也有說的 其實每一回合 開始都會有一些故事的成分 放進去的 不斷地掀這塊的書 掀這塊書 其實就代表 除了多一些Worker的位置之外 甚至連上面插畫的風格 都會有不同的 好像感覺上你慢慢的 這個時代在進步 或者因為你決定 令世界有些轉變 對 而這件事我覺得 整個代入感是很強烈的 我就會覺得 剛才去那個故事觸發的位置 除了Apps會提供你之外 也會有些故事的Token 放在不同的位置 例如某一個玩家去到多少分 就會觸發這個故事 做個提醒 就像Waygen Song裡面的Evance效果 另一個要提一提的是 其實這個遊戲的文字量是多的 是 我和它的用字也不是淺的 應該當作Arcampora Men's of Menace 那類的文字量 那些文字量會再多些 因為其實它每一關和每一關之間 或者每一個世代之間 都會有一篇多長的文章去讀 如果真的每個玩家很用心去看的話 我想這遊戲的時數會更加長 好像我們剛才玩完三個年代 可能連上教學 都差不多要三至四個小時 那不止 剛才我們是四五個小時 而說它本身suggest都是180分鐘 其實這個時間寫得出180的遊戲 其實通常你都要玩一個下午 而的確它是有這個長度 因為我一開始聽到 就不會覺得 我只是玩九回合的工作 但因為回合和回合中間 有很多故事要看 甚至是trigger 某些東西都要聽 所以令到遊戲時數比較長 嗯 而故事方面 我覺得幫忙撐起整個遊戲 因為將故事分開來看 我覺得如果這遊戲沒有故事背景 就著這個機制去玩一個workout placement 是不算一個很特別的存在 是一個很普通的單調的workout placement 這些故事背景令到我們玩起來的時候 起碼開頭的頭兩張都會覺得 都會有些生意中間有些事情發生 會令到我自己會接觸到這個遊戲 會繼續玩下去 也有這個感覺 其實我們決定都有很多分支 這個也可以說完 就是我們玩完整個遊戲 它會說我們開了一個結局 做了兩個成功 其實遊戲的不同分支 就會帶去不同的遊戲發展 就會有不同的結局出現 它會告訴你有多少結局 你喜歡就可以拆掉這麼多記憶 但是既然有關注 就不怕再說一些 其實當中 剛才Andy所說故事的內容 其實有些什麼過癮的位置 我會說一兩個 第一個就是包括了 某個世代的時候 他會檢查哪個人最低分 他就會收到一封秘密的信 你就會自己去看APP上面的內容 然後可能去選擇一些選項 我自己個人經驗 那時候我就是最差一個 我就是會選擇一個選項 然後接下來就會什麼時候觸發呢 就是當那個玩家去到某個分數 他可能要扣某些東西 而這件事只有我一個知識而已 所以我就會盡量去避免去踩動那件事 那個玩家就是你了 你當時的感覺是怎樣的 很惡然 而他做得挺隱藏 因為我做完這件事的時候 首先他在很多不同的位置 都會叫你自己一個看 其他人不可以的 有時候是沒什麼所謂 有時候是真的有所謂 所以大家是不會知道 哪個位置開始有些隱藏的東西 而且隱藏的東西 他不會立刻叫你放在扣柄那裡 不會那麼明顯的 可能過了幾下 叫你設置的時候 再放進去 所以我覺得是挺隱藏的 我覺得這個位置做得挺好的 慢慢還有一些類似的東西 就是例如我們中間有一個位置要建大學 我們建大學 最後合作形式加起來 夠不夠做到某個實驗的任務 做不做到 結果我們就做不到 令到整個世界就變了 大家就開始不相信科學等等 令到遊戲的分子很明顯地走到另一個方向 大家開始就是對於科學很討厭 要拜神之類的東西 我覺得那個位置 之後那關的體驗都不是那麼好 因為其實本身 如果純粹用劇情的轉折來說 去到這個位置 我覺得是一個合理 甚至乎是挺特別的 因為很多遊戲上 都很鼓勵你一定要成功 哪怕就算你不成功 可能有朋友有玩過 Aon & Legacy版本 他會告訴你 你看看你們失敗了 不要緊 我們有個大魔法師 拯救了整團人 我們繼續走回正常的路線 會繼續做下去 但是這個遊戲 是容許你走一條不好的路線 本身這件事是好的 但是呢 在機制上面 去鎖死了很多玩家 可以做的行動 變成我們可能 我們剛才有一個 叫懺悔的地方 就是我們做了太多科學實驗 還有一些村民唾棄我們 我們本來可能做三四次 我們的combo會做得順一點 我們才會再做那件事 現在會變成我們 不會做一兩下Action 就是回頭做這件事 變成這個遊戲 就像我寫作業一樣 無緣無故加多了很多check point 重作 你做到這裏再重作多一次 所以那個作業就開始越來越重 令到大家的體驗 我們不會覺得環境耕生了很多 令到我們要研發 要想多些方法怎樣去研發 而只是覺得我們被人強迫做某些事情 令到你浪費了更加多的行動 而且一定要這樣做 沒有一種ultimum choice 去避免這件事 是因為故事的劇情發展 令到你被迫 要用更加多的時間 才能做到你本身做到的事的感覺 因為當初我就有想過 如果它的設計上不是這樣 可能你本身不一定要做科學實驗 可能是有些不同的步驟 你可以跑去 我可以拜神的 我可以做祭司的 但它不是這個方向 因為始終有最後一個主軸 就是要做這些科學實驗 所以如果這個世界大環境 是討厭科學實驗的話 就像剛才阿凱所說 你整個遊戲體驗就會很差 因為你真的被人在唾棄 所以我們去到玩第三代 我們的感覺應該是差了很多 一來就是時間已經很長 因為那時候已經經歷了兩三個小時 而很多的讀書 而讀書同時也沒有太多的圖 沒有圖 應該這麼說 沒有那麼多的圖去配合 你真的保持著看那些英文 那個變化上 第一第二是有的 但是其實去到 即第一第二都有 但是OK接受得到 但是第三可能我們會 期待再刺激些 即時間去到這麼長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去到第三回合 再加上剛才我們選擇故事的方向 是這麼差的話 我本身的評價值突然間說了很多 還有第三回合 通常你玩EUO Game都很期待 我的引擎已經建立了 第三回合 就是最高潮碟起 要做到這個位置 就是剛剛好 就是第三個環接 就是一個好像 潑你一盆冷水的感覺 這個就… 我覺得某程度上 跟我們那個世界大環境的選擇 對你關係 但是這件事 在EUO Game來說 是一個很致命的商 如果你用EUO Game去包裝 但是它雖然是說 我用這個美式的故事 去令到你一個大環境 令到你一定是有這樣的體驗 但是… 可惜這個是一個EUO Game 你還會被迫力 繼續運行你的引擎 去做這個叮分 做實驗的感覺 那這裡是有少少少 我覺得矛盾和衝突的位置 是的 我想再進一步去想 我玩完都問自己的問題 其實我會不會想再玩多次呢 是想再玩 再試試不同的故事 因為這個故事的方向 感覺上我都已經大量力量 雖然它跟我說有很多的結果 可能還未解釋到 亦都發覺那個盒裏面 有很多功能 其實我們都未用過 但是其實你如果有開出來 大約知道原來 可能那裡加多些這些東西 可能那裡加多些不同的實驗 或者可能有多幾個Pucker Weissman 可能幫你請到不同的工人 都大約感覺到那個界線 最盡可以去到哪裏 所以如果它在這樣的設計下 重玩同一個故事的吸引性 我自己覺得未必很高 反而可能是試它不同的盒裏面 可能希望它有很多 因為始終一個盒裏面 真的可以裝很多不同的東西 甚至乎裝多一塊板 裝甚麼都好 裝多一條Track 那你可能感覺就會差很遠 所以我自己覺得 在這個位置會加重玩性 還有另一種就是 也是一個用股市做大動的EURO遊戲 那我就可以跟它 如果是類比的話 可能就會跟Near and Far 作為比較 那它這個好處就是 可能是一盤遊戲 即是一個下午的時間 那你就可以整個故事 它就完整地體驗出來 而不會像Near and Far 我每玩完一場故事 它都是好像在做這些事情 你在地圖上交了一些東西 多了遇到新的角色 又有新的Worker placement 但是它就是一個很漫長的 一個戀愛的類型的一個遊戲 那這個就是 我一個下午就切一切 這樣就完成體驗了整個故事 我自己是偏向這方面 因為我覺得 不過跟Happy一樣 我會選擇如果再玩的話 我都不會再選擇這個 同一個情況去試 我都會想看一個新的情況 因為它會帶來什麼新的Worker placement 或者什麼感覺 不過這個我也想知道 作為一個 你們偏向玩多一些 EUO Game的Player 那你覺得這樣的 再加一個故事 進去一個歐式桌遊 那你們的感覺會是怎樣 我覺得首先就是 本身這個遊戲 如果剝掉了這些故事的皮之後 其實它不是一個好玩 想再重玩 有不同的想法的遊戲 好像Andy 我認同的看法就是 它剝掉了這些皮之後 其實它都是一個相對比較平容的遊戲 我不會說差的 絕對玩得過的 例如那些引擎的建築 你怎樣弄這個條件 但是我自己覺得是很平容 但是包裝了這個故事 加上這些情況之後 我就覺得吸引程度是加了的 但是它加了一個位置 就並不是在EUROPE 就是怎樣去思考的引擎 可以砌得更加好 它加了一個位置 反而是一些隨便的活動 或者是一些故事的背景的代入 那些位置 跟本身EUROPE好玩的地方 其實它是沒有什麼增加的 我自己覺得 所以我從EUROPE的玩家的角度看 我反而覺得這款遊戲 它兩種混合之下 混合得多了一些美式故事 美式的故事 它是EUROPE的外皮 實在是美式的遊戲 因為它有很多地方 其實都是想你去體驗 你的角色的選擇 為什麼我要建造些什麼 其實剛才APP當中 有很多提及到 它給了很多故事背景的情況下 之後再給你提供一些選擇 例如我們剛才選起大學也好 其實我們都有可能兩至三個不同的選擇 去選我們想起哪一類型的大學 那本身這件事是好的 我覺得 因為它算是一件重大的事 在那個城鎮裏面 我們一手一腳去建立這件事 其實體驗中本身這件事應該是很好的 只是它可能作者 未設計到對應的機制 去配合它的劇情的改變 而至到我們不能夠在機制上 更加體驗到那個變化 導致我們玩下去會覺得有點悶 如果純粹喜歡看故事的人去玩這隻遊戲 或者可能不可以玩一些很重的EUROPE遊戲 到最後去玩這隻遊戲 可能它們的感覺會相對上良好一點 因為這隻遊戲不算是很深奧 要做的選擇要計劃的東西都不是很多 相反當中會有多劇情的東西 而它的劇情如果假設有英文好的人的話 其實相對上透入度都挺高的 這個我覺得不錯的 好 最後總結一下 玩完一次的First Impression 就覺得它是一隻外表很漂亮 所有component 故事包裝 感覺帶入感都很強的一隻EUROPE遊戲 但是玩下去的時候 就發覺都有一些位置 我們可能覺得不是那麼好的 例如可能是時間會被拼長 它裡面的選擇當中 會令到一些故事Player的Experience 未必那麼良好 令到你做的東西更加難了 這也是我們的體驗 但是它也有幾樣再值得讚賞 就是它有很多不同的情況 希望它可以帶出一些新的東西 第二就是它不是一個Legacy的元素 其實都是One-Off 雖然時間是要四、五個小時 但是一次玩完又不用Save 不需要Save 下次有不同的組合 或者玩不同的關卡 都沒有太大的負擔感 好 那這個就是這個 我們的First Impression Of My Father's Work 沒錯 如果你有玩過 如果有其他不同的體驗或意見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好 那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多謝大家的支持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Like、Comment、Share我的影片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還有很多不同的節目等著大家 特別多謝所有Patreon的會員 好開心 一齊可以和你在Discord裡 聊天遊戲選擇新節目 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配合我們的 我們下集再見 謝謝拜拜 拜拜 有沒有落的 我不要跑 我不要跑啊